我们在每年4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举办国际信息通信年轻旅行日庆祝活动 以鼓励更多的女生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 并考虑从事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工作 自五年前首次推出信息通信年轻旅行日以来 已在全球150多个国家举办了5300多场这些重要纪念日的活动 有17万7千多年轻旅行收益 仅在2015年一年 996万6千多名年轻旅行参加了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举办的 1800多场国际信息通信年轻旅行日进行活动 我们希望今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活动更多 国际信息通信年轻旅行日提醒我们 信息通信技术帮助提高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水平 通过更好的医疗保健 更好的科学管理 更畅通的通信 以及可颠覆儿童或成人学习方式的更好的教育系统实现 信息通信技术研究 从事于人类可以想象到的最激动人性的项目 随着全球技术行业继续迅速扩大 预期在此行业中 全球将有200多万个职位需要合格的人才能填补 这就意味着拥有信息通信技术机能的旅行 不仅可以享受高收入 而且还有许多职业发展机遇在等待着他们 因此我希望鼓励各位 你们不仅要在2016年4月28日 与我们一同庆祝国际信息通信年轻旅行日 而且还要传递出这些信息 对于世界各地的年轻旅行而言 信息通信技术光明的未来等着他们 对于世界各地的年轻旅行